我负责挣钱养家 你负责貌美如花这种事 你信吗 一般信 事实证明你就是信了吗 还是有这种啊 他最开始的承诺跟你是怎么说的 说你以后跟我在一起 躺着都能赢 是吧 就是跟着我在一起不用干活 就可以每天过一时无忧的日子 对不对 那请问你 你觉得他让你过这样的生活 你有什么价值 所以永远不要相信那种所谓的毒鸡汤 视频中这名被徒雷老师训斥教育的女子 名叫小瑶 她与丈夫小赖是一对大学情侣 在毕业那天 丈夫告诉小瑶 嫁给她就能吃香喝辣当老板娘 每天啥事也不干就只用买买买 于是被花言巧语哄骗的小瑶 便答应了丈夫的求婚 并在一年内给丈夫生了两个孩子 但是慢慢的 小瑶就发现了婚后生活和丈夫 当时承诺的不一样 于是便提出了离婚 那么婚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能让小瑶狠心抛下两个孩子呢 她有什么事情隐瞒着我 我特别受不了这种 就是之前她不是在开餐厅在重庆吗 我是四川税林的 然后我有的时候去她那边待 有的时候在我们老家 然后就是两边待的那种嘛 然后那一次我回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不对劲了 她和她两个姐姐一起开的餐厅 有大姐和二姐 她们都是外地的 大姐是云南的 二姐是福建的 然后我就说 大姐二姐这么远 就是为了共同经营这个餐厅怎么回去了呢 然后我就一直逼问她 她也不告诉我 我就特别生气 我就看她的眼神 我就感觉心虚 据小瑶所说 当时丈夫给她求婚的时候 就是拿着家里这个餐厅承诺的 但是就在她怀孕的时候 丈夫却瞒着她 将餐厅给卖了 这让小瑶感受到了欺骗 因为自己身为丈夫的妻子 这个家的女主人 像卖餐厅这么大的事情 应该要经过她的同意的 但事实却是小瑶是餐厅卖完之后 最后一个知道这个消息的人 这很难不让小瑶想到 丈夫是不是故意为了骗婚 才这样做的 看到她怀了孕 以为自己不会跑路 所以才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地卖掉餐厅 然而对于小瑶的猜想 丈夫小赖却有其他的解释 就是那个餐厅嘛 确实是我转出去了 但是她怀着孕嘛 我就怕她这个身体上有问题嘛 我就没有告诉她 那我就说怀着孕 你有什么你应该提前给我说呀 难道就是因为你餐厅不做了 我就觉得你没钱 我不跟你过了 我是那么现实的女人吗 不是的 主持人 其实当时我也是为她着想嘛 我才这样也不叫隐瞒吧 我就把事往后面去缓一缓 然后我后面我再告诉她 在小赖看来 她之所以这样做 也是因为考虑到妻子当时怀有身孕 她告诉她之后 让妻子情绪起伏太大 从而影响到妻子和孩子的身体健康 况且自己在婚前说的那些话 并不是骗妻子的 只是做生意有亏有赚 刚好那段时间生意很差 所以才会趁着还不算亏本的时候 将餐厅给转卖了出去 等到以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转回来 虽然这样做有理有据 可小瑶毕竟是小赖的妻子 是小赖家庭的一份子 也是女主人 家里有这么一个重大变故 搞知妻子一生也是应该的 这事确实做得不好 对 但是我也怕她接受不了 除了这件事还有一件事情 我刚开始嫁给她的时候 她没买房子 她说餐厅资金需要用钱 我理解她 我就说现在暂时不买房子也行 以后有钱了 我咱们再买个大房子 可是后面又变了 那个时候我怀着欲马 然后婆婆天天照顾我 我也觉得不好意思 我就想着 既然你餐厅不做了 你就把餐厅转让的钱 拿到税里买一套房子 我想离我爸妈近一点 她不后面也给你买了房子了吗 嗯 房子是买了 可是让我最生气的是什么 我就想要有一个新的房子 她说我们现在买个二手房嘛 我说你现在怀孕了新的房子 要装修 还要晾甲圈 你搬进去也得好几年 这个我也妥协了 我当时给她也说了情况 我也觉得没什么 我当时给她说了正式的情况的 多清楚了是怎么回事 她也答应了的 原本小姚就是冲着能当老板娘 才嫁给了小赖 结果等到嫁进去之后 才发现所谓的餐厅 其实根本不是小赖自己一个人的 而是小赖和两个姐姐的 这也就算了 就连说好的新房子也成为了二手房 但这也不算什么 最让小姚接受不了的是 失去餐厅之后 小赖的举动 我就是不喜欢她这样 有什么事情先给我说 给我说 你又答应我 答应我了你又做不到 我就不喜欢这样 好好好 就因为这两件事要离婚吗 我就是过不下去 我受不了 真的是触犯了我的底线 她就是因为这两件事情嘛 她就一直的觉得我对她不真诚 然后自从我跟她到了税林之后嘛 我觉得我的生活才是彻底的被改变了 自从餐厅倒闭之后 小姚本来想让小赖陪着自己留在税宁 这样更方便的照顾自己 可是小赖却在朋友的介绍下 去了重庆 从事了销售的行业 每日累死累活的 工资一个月也不高 可能业绩好的时候能有七八千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 小赖的工资只有底薪四千 这样低的工资 再加上不能时时刻刻陪在小姚身边 让小姚有了不小的意见 她就会处处的围栏我 她就专门针对我 我觉得我在家里面 甚至根本就没有地位了 我觉得特别的憋屈 小姚甚至还要求 小赖每次在重庆下班之后 开车回到税宁 这也不算什么 最让小赖接受不了的就是 当她每天忙碌了一天回到家里 想好好地休息一下的时候 总会被小姚要求给她按摩 丝毫不考虑小赖工作的辛苦 以及路途来回奔波的劳累 似乎在她看来 小赖身为她的丈夫 就得赚钱养家的同时 还得把她给照顾好 如果要是哪天小赖是真的累的 没有一点力气 随便找个地方就能摊着睡着 忘记给小姚按摩的话 那么就会被小姚奖励沙发一日体验 而当此刻小姚在台上 听着小赖诉说委屈 也是一脸的理直气壮 如果说前面这些都是小姚当时怀着孕 雌性激素不稳定 导致的情绪起伏太大 所以做出来了以上难以理解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小赖说的事情 就更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 好不容易熬过了小姚的运气之后 小姚和小赖迎来了一个可爱的宝宝 小赖原以为生了孩子之后 小姚会变得成熟一点 但实则不然 就在生完孩子之后的第五个月 小姚突然提出要出去工作 让仅仅只有五个月大的孩子断奶 这一提议对当时的小赖来说 简直是五雷轰顶 那么是什么原因 能让小姚狠心抛下五个月大的宝宝 出去工作赚钱呢 为了能上班 小姚不息和婆婆大吵一架 让原本融洽的婆媳关系 至此裂开了一条缝 但是这些小姚都不在意 她在意的是自己终于能出去上班了 虽然说出发点是好的 也是为了帮助小赖分担养家的责任 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小姚上班之后的矛盾 因为小赖发现 小姚上班之后 公司有一个男同事跟小姚走得非常近 无论是出去出活动 还是回来之后的同事聚会 男同事跟小姚走得都非常近 更是有一次在小姚过生日的时候 男同事还给她送了一支口红 要知道送礼物可以 但是送口红 那一般都是男朋友送给女朋友的 或者是送给心意对象的 在小赖的眼里 男同事的心已经昭然若见 但是在小姚眼中 这一切却都是小赖在多想 我要解释一下 她就是不相信我 她怀疑我 她觉得我和我那个男领队有一点什么 我们每次出去演出 都不只是我们两个人单独的 我们都是三四个人四五个人 几个姑娘一起的 那个男领队带领着我们 她不相信我误会我 不理解我 但是就那一个普通的关系 能过生日送她一支口红吗 你说这个叫什么事 送这口红怎么了 说明我们平时那个工作的关系 处得还挺融洽嘛 于是乎听到这番言论的评委 老是坐不住了 忍不住出声说了几句 试图让小姚认清 我生日男生送女生口红 是一件很重要并且很暧昧的事情 说送个口红没什么 我送我们的副总总监们无数东西了 二十年我光手机送出去六十多部 手表送出去二十多部 我从来没给人送过口红 你敢说送口红没问题 对吗 就是你已经不尊重它了 理解吗 你出去赚钱 其实这点上我还是很佩服你的 对吗 当即立断嘛 我要尽管对孩子是残忍了点 但是你自己是努力去赚的 没有说在家里面就哭着喊着打他 对不对 已经不错了 但是呢你跟别人去旅游 对吗 不是 我的看法是 你们每个人应该选自己合适的人 你选一个看中你本身的人 你呢 你要看中的是一个人 这个人他有潜力 他的人格吸引你 就像有一句话说 你要想嫁给一个将军 你先嫁给一个士兵 你看准了他以后能成为将军 我现在觉得你现在的老公 我是 我觉得你们各自找合适的 放过对方吧 评为老师的一番话 直接戳中了小瑶的内心 其实在小瑶的心里是很不平衡的 因为和他同龄的同学 有的毕业找到了工作 现如今闯出了一番自己的事业 而有的选择继续读研或者出国留学深造 知识上也上了一个层次 只有小瑶在小赖的承诺下 选择了结婚生子 而当他看到曾经的同学 一个个意气风发的时候 他的心里是很不舒服的 所以才会想着出去工作 和男同事玩到一起 证明自己还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但是这样做是对小赖的不尊重 也是对婚姻的不尊重 既然当时选择了嫁给小赖 无论是因为小赖的那句承诺 还是因为爱情 小瑶就要对婚姻负责到底 或者就按照评委老师说的 选择离婚 各自找到适合各自的人 但是这样做 无异于是对孩子的一种伤害 当然老师们的建议也总归是建议 以后的路还是需要小瑶和小赖两个人走的 那么两人会有怎样的选择呢 其实我觉得我俩认识也不容易的 其实我的想法有时候也特别简单 我就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在一起幸福地生活 我承认我以前是给你就是说大话嘛 然后就是现在我真心希望我们两个的生活状态 能够回到以前的样子 我特别像我们以前的日子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才是最开心的 我们也共同经历了这么多 所以说我还是觉得我俩能够继续地生活下去 是最好的 我本来是想和你好好过日子的 但是现在是这样 我真的想好好地再考虑一下 好在最后小瑶从理想中走了出来 选择和小赖一起面对现实 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其实女人婚姻幸福的先决条件是 杜绝毒鸡汤她是过日子 不要成天胡思乱想 给自己找麻烦 而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恰巧做不到这一点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女人 不管跟谁在一起都过不好的主要原因所在 既然大家已经结了婚 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 就应该把所有的心思放在家庭里面 多为家庭付出 而不是去听起一些莫名其妙的言论 那么看完本期视频的你 对于她们的这段感情 又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和感受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